如何通过自诊的方式发现您有没有乳腺癌的问题 来愿教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癌早期发现 对于它的后果结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发现早的话 那么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乳腺癌的患者 在早期发现的话 是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和化疗放疗的方法得到根治的 所以呢怎么样去早期发现它呢 其实每个月立价过去之后 首先说立价过去之后 那么乳房就变得非常松软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定要做一个自检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乳房呢 划成四个向线 我们是横着一个经过乳头的水平线 纵着经过乳头的一个垂直的线 我们依次来进行的注摸 比方说我们先从内上向线开始 那么通过直透这样反复的 这样一个注摸和移动 来感知手底下是不是有节节和肿块 这个你手的动作可以慢一点 我们常常都在 然后我们逐步的向下滑 不管你是顺时针的方向 还是逆时针的方向 通常我们这一侧是逆时针的方向 在这侧就是顺时针的方向 对吧 总之这样转着圈的方式 转一圈 大家尤其要警惕什么地方呢 外上向线 这是乳腺癌好发的 比较地方 乳腺癌比较容易出现的地方 外上向线 就是这些地方 对 还有呢 再往上的地方 我们叫伪状液的地方 这个也是要捎带着 看一看的 哪里哪里 伪状液就是往 液窝去的这块地方 它有一点点乳腺组织 也要去触摸到 那么顺便呢 这一圈转完了以后 顺便我们要摸一下 腋下的淋巴 摸一下腋下 有没有 也节节 腋下这样摸一下 对 然后这都摸完了以后 不要忘了一个地方 就是乳头 对 乳头的下方 同时我们要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呢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皮肤 我们的皮肤 有没有像橘皮一样的 一个变化 同时啊 有的时候体位 前倾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 有像橘皮一样的改变 那要小心 像前倾的时候 有可能橘皮一样改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乳头 有没有出血的情况 有没有凹陷 有没有这个 凹陷很多人是有凹陷 有没有原来不凹陷 变得凹陷了 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没有 溶液的情况 出水的这种情况 或者出奶的情况 所以所有这些情况 或者有湿疹 有破溃的这种情况 都要引起注意 所以这一圈 这是我们整个的 一个检查的一个步骤 是 然后再有就是说 要清漆之后的这种 自己的自我的自检 也是很重要的 刚才说到的几点 最好在大姨妈 走干净的 三四天之后 你的胸部 已经没有那些 因为生理期的原因 所造成的几种肿障了 恢复了以后 正常状态之下 再去做这些检查 然后这是别人 别人在帮你检查 就是以前老有人 是这样抓的 这个抓是抓不出来 就是这个手法 是这样的手法 是错的 一定是这样的 摸 从外往里 是吧 从外往里 这样摸 自己摸自己嘛 就是如果你要检查 左侧的话 就是右手 然后这样摸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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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样摸 然后摸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检查 这些部位 是乳腺癌 好发的 好发的区域 没有 这个外上下线 液窝呢 是顺带着要的 其实液窝发现的时候 通常是比较晚 就是有淋巴结转 以前会在液窝发现 所以说 这件事很重要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 什么平台上 咱们都要花点时间 把这件事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